从5月27号开始 我们的确是有分发相关的疫苗到我们合约的诊所去 那也是依照相关的规定 希望他们也能够施打在第一到三类的相关的防疫人员 那这一波昨天的新闻呢 我们现在也正在现场做稽查 如果他们施打的对象不是符合第一到三类的话 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查处 而且会重罚